166 頭條日報 《迷你兵團,不是孩子戲》 2015年7月12日 港文匹零六光影陳占奇街市在壞蛋掌門人系列恩 A 迷你兵雖是配角,但他們細細粒粒,粗一可我們聽不懂的語言,得以精靈 每次出場都能俘虜大人四路的心,來到以他們做主角的壞蛋掌門人前傳迷你兵團 電影一開始就交代迷你兵團跟邪惡大佬的歷史 由恐龍時期開始,石器時代,戰爭時期以至黑暗年代 他們一次又一次跟光勾寫顯赫的大人日,可是一次又一次因爲他們的善意 令這些邪惡大佬遭殃,短短的罪場,除了豐富展述人類文明發展史 也反映了一種有趣現象,就算自己有多英名神母也好 只要身邊有班主一樣的隊友,還是被害得一身慘力 當然,以主一樣的隊友內形容迷你兵未免太苛刻了 畢竟他們只是抱伏營J.老兩勒插刀的擔心,偏偏他們的好意,卻害慘了別人 數以千計的迷你兵,每次出場都好好蕩蕩蕩,但群戲沒焦點難有看頭 所以偏道聰明地在這群迷你兵中,抽出三名代表 加分,阿博和小小超,再為他們塑造出各有特色的性格 以他們為主角,主線清晰,觀眾更容易投入故事當中 迷你兵這種物種,團結創造力量,但原來群兵無首,便失去了一生目標 故事便以加分,阿博和小小超超遠富奧蘭多找尋他們的邪惡首領Scarlett 並授命去英國偷走英女皇的皇冠,讓Scarlett一常多年希望成為公主的夢想 真難想像一命無比邪惡的女魔頭的終結夢想原來這魔童話,不者猜想 那時因為編導構想故事時,故及到孩同觀眾,所以才在邪惡中加點同吹罷 可是,編導在另一方面又考量到這片對成人觀眾的吸引力 所以當劇情講述加分,阿博和小小超來到倫敦時,又加進不少英國文化的亮點 好像其中一個畫面以四人橫過街道,而背景響起了披頭四個曲的旋律 讓人輕易知道,那四個人便是披頭四,諸如此類的噴事 某程度令這電影難以討好雙方面,在同趣劇情不算多的情況下 小孩觀眾可能看得摸不缺懷而敢沉患 成人觀眾來說,最少點不多下,可能只有喜歡英國文化 又或一見迷你兵變瘋狂的朋友,才會對迷你兵團有感 其介事逢週日及週一見報。